从未见过如此软弱的女人 丈夫和新欢联手逼她离婚 可离婚后 竟然想让她来家里当帮庸 女人气愤的扑果之泄妇 但为了赚钱 又不得不妥协 恩美得知母亲被欺负 立马来找后妈算账 骂她不仅勾引父亲 还想把母亲当仆人 没想到 后妈竟然大言不惭 称这样做 是为了给她母亲 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 恩美忍无可忍 想动手教训后妈 谁知却先被后妈推倒 头磕在地上晕了过去 后妈不仅没有关心恩美的伤势 反而站在旁边冷笑 恩美妈接到女儿晕倒的消息 立刻赶到医院 当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直接扇了前夫一耳光 前夫怒气冲冲地回到家 殊不知后妈早有准备 她用笔在身上涂上颜色 伪造成淤青的伤痕 当丈夫想要质问时 她先发制人 先是吼了一通 然后脱掉衣服 露出身上化好的伤痕 谎称是恩美先动手 自己才反击的 男人被女人之间的争斗 弄得焦头烂额 一个急火攻心 直接晕倒了 后妈见状 完全没有担忧的神色 反而含了一口红酒 直接喷在了丈夫脸上 丈夫醒后 竟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 后妈谎称她只是太累了 需要好好睡一觉 将丈夫推进房间后 后妈来到院子里 悠哉悠哉地欣赏着眼前的别墅 并畅想将别墅转到 自己名下之后的惬意生活 原来她跟丈夫再婚 并不是因为对对方有感情 只不过为了将这套房子弄到手 这边 母亲将恩美训斥了一顿 怪她形势鲁莽 因为自己已经决定去前夫家当帮拥 现在这么一闹 估计去不成了 恩美没想到 母亲竟然还抱着这样的想法 认为母亲没有自尊心 甚至提出以后辍学 跟母亲一起打工 供弟弟上学 只要母亲 不要去父亲和后妈面前 低三下四 可母亲并未听从她的提议 第二天再次找到前夫 表示自己同意去做帮拥 后妈非常赞同恩美妈来家里当帮拥 因为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想让丈夫跟恩美妈接触多了之后 就情复燃 这样 她就可以以串通罪的名义 将两人告上法庭 然后成为别墅的主人 恩美身体康复后 再次来找后妈算账 后妈怕她像上次那样胡搅蛮缠 于是给恩美妈打电话 让她把人带走 可恩美妈赶到的时候 恩美已经离开了 后妈趁机羞辱她 趁恩美没几分钟就走了 而自己之所以打电话 是因为心里不痛快 就想找茬 恩美妈回家后 将恩美揍了一顿 怪她三番两次去招惹那个女人 打着打着 母女两人都哭了起来 恩美实在气不过 晚上拿钥匙开门 又来到了父亲家里 并自顾自地在厨房找吃的 当洗完澡的后妈出来后 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 等看清是恩美后 拿起手里的水瓶 就往恩美的头上砸去 恩美被砸中了胳膊 警告后妈 再惹自己 会像狗一样咬她 后妈被吓到了 正好此时 听到了丈夫回来的声音 于是故意大声尖叫 谎称家里溜进了坏人 并做出被吓晕的样子 丈夫赶紧去厨房查看 当看到是恩美时 事则她不打招呼 就过来很不礼貌 恩美冷笑 称自己过来 是想看看 到底两人为何坚持 让母亲过来当帮佣 现在已经明白了 是因为后妈什么家务 都不会做 父亲想吃母亲做的饭了 父亲被戳中心是很难堪 可恩美已经转身走了 后妈立即让丈夫去送恩美 觉得她一个女孩子 晚上回家不安全 丈夫被她的善良感动了 称赞她是天使 可她并不知道 她的天使 正在时刻算计着 得到她的别墅 一旦别墅改名换姓 就会立刻暴露真面目 父亲将恩美送回家 得知恩美又去了前夫家 恩美妈气得 想将留给恩美的饭菜倒掉 前夫健壮 请求能不能让自己吃 因为她已经很久 没吃过前妻做的饭了 实在有些嘴馋 然而刚吃了几口 后妈算计着时间 打来了电话 听到前夫在自己面前 毫不避讳地秀恩爱 恩美妈受了刺激 一把抢过手机摔在地上 又狠狠踩了几脚 接着把饭菜全都倒了 让前夫赶紧滚出去 前夫临走之前 指责她太嚣张跋扈 还让她跟自己 现在的妻子学学 怎样做一个 讨丈夫欢心的女人 虽然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但隔天 恩美妈还是如约 来到前夫家做帮拥 看着眼前熟悉的家具 她的脑海中 回想起了一家四口 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不过 很快她便接受现实 开始忙碌起来 她想先打扫厨房 然而厨房竟然先尘不染 好像从未用过一样 反观卧室和浴室 就有点惨不忍睹 衣服胡乱扔在地上 哪哪都是一片狼藉 后妈回到家 看到恩美妈准备的饭菜 以及收拾好的屋子 感到很满意 不过她最关心的是 对方到底对丈夫 还有没有情意 只要还放不下 两人复合的 可能就会大一些 这样自己的计划 就能早日实现 早上 恩美妈在来上班的时候 看到昨晚吃剩的饭菜碗筷 正乱七八糟地堆在桌上 她简直 对那个女人无语 不过这也让她想起了 当初离婚时 丈夫曾把那个女人夸上天 说对方是个很厉害 很爽朗的女人 还说自己不是找了新欢 而是遇到了爱情 想到这些 恩美妈再次红了眼眶 看来有些伤害 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散 恩美妈每天按照前夫的口味 准备饭菜 而故意忽略了后妈提出的要求 这让后妈气急败坏 不仅大喊大叫 还让恩美妈尊称她为夫人 两人针尖对卖忙 谁也不负谁 前夫不知道两人的争吵 等她回家时 就看到餐桌上摆满了她 喜欢吃的饭菜 这让她心情大好 吃饱喝足后 幸福地躺在沙发上 不禁脱口而出 叫了前妻的名字 还由衷地说了声 我爱你 可说完后 她才反应过来 现在这个会做饭的女人 已经不是自己的妻子了 而是家里请来的帮佣 而她应该爱的 是那个柔柔弱弱的小娇妻 后妈回家后 躺在丈夫腿上撒娇 两人还给恩美妈打电话 故意刺激她 恩美妈忍不住骂了脏话 气急败坏的大嗓门 顿时引来了全家人的注意 恩美猜到 又是后妈在捣鬼 于是第二天 故意带着弟弟 来到父亲家的别墅后院 就当在这里野营 后妈见到两人 立刻宣誓主权 称别墅是夫妻共同财产 自己也是这里的主人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恩美回对她 比起后妈 显然儿女更有权力 出入父亲的房子 一旦夫妻关系不合 两人随时都有分开的可能 但儿女却永远跟父亲绑在一起 后妈气不过 转身回屋 想找恩美妈的麻烦 此时恩美妈正在拖地 后妈无声无息地站在后面 等恩美妈回头时 吓得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后妈见她狼狈的样子 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 但却命令 她立刻把两个孩子赶走 恩美妈 出来找人 可院子里 早已没了儿女的身影 后妈知道这是恩美的小把戏 不懈地冷笑了一声 她打电话跟丈夫告状 说恩美带着弟弟闯进家里 还对自己出言不逊 男人以为娇妻受了委屈 萌生了把别墅 转到她名下的想法 后妈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 挂掉电话后 得意地笑了出来 觉得应该趁热打铁 赶紧把这件事落实 恩美妈娘家人知道 是后妈插足婚姻 才导致两人离的婚 当即就想上门教训后妈 恩美妈警告后妈 不要那么嚣张 毕竟娘家人人多势众 没想到 后妈无耻地说 如果有人闯进来 自己就脱光衣服躲在卧室 恩美妈想起了第一次 和后妈见面的情景 当时自己将丈夫 和后妈捉肩在床 没想到 后妈不仅不羞愧 反而厚颜无耻地 光着身子 跟自己打招呼 后妈大半夜 突然腹通不止 可家里没人 她只能给出差的 丈夫打电话 丈夫得知情况 立马联系前妻 想让前妻过去帮忙 前妻没想到 她抛弃了自己 竟然还想让自己 大公无私地 为他们奉献 因此嘲讽她 对方死活跟自己没关系 自己不是站在后面 给她处理烂摊子的妈妈 也是需要呵护的女人 前妇有求于人 不敢反驳 只能软磨硬泡 祈求前妻去帮忙 前妻趁机提出 如果把别墅过户给儿子 自己就去帮忙 前妇犹豫了片刻 因为昨天 她刚答应过户给后妈 但眼下只能拖延 称等儿子成年后 就过户给儿子 前妻不接受时间限制 当即就要挂电话 前妇只好妥协 保证自己回国 就办理手续 恩美妈挂掉电话后 带着救护人员 将后妈送进了医院 医生诊断为急性蓝尾炎 明天必须动手术 恩美趁着别墅没人 再次带着弟弟来到了这里 她想知道 后妈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于是一顿在柜子里翻找 没想到无意中发现 后妈的钱包里 有一张和小女孩的合影 而照片背后 还写着我的女儿 恩美没想到 后妈装成未婚少女勾引父亲 实际上却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 为了揭发后妈的谎言 她直接把照片揣了起来 随后 恩美又打开后妈的手势盒 想看看都有什么宝贝 没想到就在此时 两个安保人员冲了进来 把他们当成了小偷 因为联系不上父母 保安只好联系了恩美的两个舅舅 当恩美妈从医院回来时 就看到娘家人都在别墅里 她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她的火爆脾气 不敢把恩美惹祸的是说出来 两个弟弟反而怪姐姐没有自尊心 非要来这里上班 恩美妈没有生气 反应平静地说 从离婚的那一刻起 她就已经没有自尊了 她只想赚钱养活两个孩子 而在这里一个月能赚五百万 是在其他地方都赚不来的 既然能赚钱 顾及那可怜的自尊又有什么用 处理完这边的事 恩美妈又回医院守着后妈 直到做完手术 前夫也回来了 她才完成任务 后妈在迷迷糊糊中醒来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 因此顺着本心喊出了女儿小妍的名字 这让一旁的丈夫顿时心生疑惑 出院回家的路上 丈夫询问后妈小妍是谁 这让后妈顿时紧张起来 原来在嫁给丈夫之前 她还有一段年龄差更大的老少恋 对方是个比她大四十多岁的老头 两人曾在老头的别墅里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然而 当后妈把怀孕的消息告诉老头时 对方由于过于激动 竟然一命呜呼了 之后 后妈假装成未婚少女 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但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在疏忽之下 提起了女儿的名字 回家后 后妈询问丈夫 自己意识不清时 除了叫了小妍的名字 还是说了什么 得知并没有说其他的 她这才放下心来 找个理由 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 丈夫去上班后 后妈赶紧来到衣帽间 想把跟女儿的合照藏起来 然而不妙的是 照片早已不见踪影 恩美看到 父亲开车离开后 赶紧来到别墅 此时后妈正在追问照片的下落 恩美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以为她在故意找茬 就在这时 恩美拿出后妈的钱包 举着她跟女儿的合照 指控她伪装未婚少女勾引父亲 害得自己家支离破碎 然而后妈还没反应 恩美妈反倒上前一步 抢过照片和钱包 还给了后妈 还警告恩美 不要管大人的事 母女俩当即吵了起来 恩美还想找后妈算账 可却被亲妈拉出门外训斥 让她不要小小年纪 像个泼妇一样 恩美气急了 她实在无法接受亲妈的愚蠢 甚至连沟通都沟通不了 最后只能气急败坏地走了 回到房间 后妈主动跟亲妈讲述了 女儿得了白血病 一直住在医院的事 这让同位母亲的亲妈 对她多了几分同情 前夫回家后 恩美妈要求她 立刻办理别墅转让手续 可前夫却告诉她 自己用别墅贷了一大笔贷款 如果现在 把别墅转到儿子名下 那贷款也得由儿子偿还 恩美妈这才知道自己 上当受骗了 可除了嘲笑挖苦两句 她什么都做不了 临睡前 后妈跟丈夫 讲了自己跟老头的恋情 以及得了白血病 急需救治的女儿 丈夫听后 并没有出言安慰她 后妈立刻以退为进 假装提出分手 称她不相信自己 丈夫回答 自己抛弃了 经营15年的家庭 选择了她 怎么可能不相信她 可她并不知道 这句表忠心的话 得到的却是后妈的暗自鄙夷 后妈认为 她连结发妻子都可以抛弃 同样也会做出 抛弃自己的事 所以 谈感情的都是白痴 早点把别墅 弄到手才是正事 谈话完毕 后妈给丈夫端来一杯酒 美其名曰解发养神 丈夫接受了一番好意 可并不知道 酒里早已被下了药 第六集 因为药效发作 丈夫很快昏睡了过去 后妈见状 拿出一封信放在枕边 随后便离开了家里 随后 后妈来到了和老头生活过的别墅 她在拿捏丈夫的心里 独一把丈夫会如何选择 这边 丈夫醒来后 发现了后妈的留书 上面说看出了她对自己的冷淡 所以暂时分开 给她时间让她想清楚 还要不要一起过下去 还说 自己是个坏女人 想找的男人 必须是得知自己的品行 但还无条件站在自己这边的人 所以让丈夫务必考虑清楚 再决定 要不要过来找自己 丈夫对她又爱又恨 因为情感而左右为难 殊不知 这只是后妈为了得到别墅 而想出的阴谋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前夫一大早就把前妻找了过来 并把后妈留下的信拿给她看 问她 要是自己跟后妈离婚了 前妻愿不愿意跟她复婚 前妻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直接河东施吼 让她赶紧滚去上班 另一边 后妈正在医院照顾女儿 她联系老头的直系亲属 为女儿捐骨髓 可亲属们都认为 是她害死了老头 不仅没人帮忙 还出言侮辱她 晚上 丈夫来到医院 劝后妈回家 后妈跟她交换条件 只有对方同意 帮忙寻找合适的血型 才答应回家 丈夫无奈同意了 回家的路上 丈夫突然想到 女儿恩美 好像就是后妈要找的血型 为了确定 隔天她询问前妻女儿 是什么血型 前妻不知道 她为何突然问起这个 但并不想搭理她 没一会儿 后妈回来了 指使完前妻做这作那之后 她高兴地跟前妻分享 女儿已经有救了 因为丈夫答应 会帮忙寻找合适的骨髓 前妻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丈夫询问 女儿血型的用意 虎毒不四子 前妻怎么都没想到 前夫为了一个女人 竟然打上了女儿的主意 她无法控制心里的怒火 直接冲到办公室 扇了前夫一耳光 然而 前夫竟然大言不惭 称这件事 只要征得女儿的同意就好 毕竟她 现在已经到了 自己可以做主的年龄 前妻怒及返校 只恨自己眼瞎 曾经竟然和这样的男人 结婚生子 回家后 亲妈不忍心 把前夫的打算告诉女儿 因为她知道 女儿是个善良的孩子 说不定真的会同意 那种无理要求 但她保证 绝不会让别人 伤害两个孩子 毕竟自己就是为他们而活 恩美不希望妈妈 一直生活在责任里 让她寻找自己的人生 隔天 前妻没来上班 前夫立刻打去电话 绝情地说 如果她不来上班 也不把事情告诉恩美 自己从今天起 就不会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了 恩美妈上门找前夫算账 可前夫却以她 没有经济来源为由 声称要抢走两个孩子 孩子是恩美妈的底线 她哭喊着 骂前夫不是人 回家后还警告恩美 以后不要再去前夫家 否则自己 就当没她这个女儿 后妈询问丈夫骨髓的事 到底有没有眉目 此时她已经猜到 丈夫想找的捐赠者 就是恩美了 但丈夫想等说动恩美后 有把握了再说 从房间出来 丈夫看见 昨天刚刚气急败坏的前妻 竟然又来上班了 知道自己的威胁有效 她立刻笑了 后妈不想让女儿再等下去 于是跑来公司 劝说丈夫 让她赶紧说动恩美去做检查 只有先确定 两人的血型是否匹配 才能有后续 甚至厚颜无耻地说 根本不需要 争得恩美妈的同意 因为丈夫也是监护人 见丈夫还在犹豫 她又加了一剂猛料 承诺 只要恩美能捐献骨髓 自己就把老头的别墅 转到恩美名下 丈夫终于被说动了 放学时来到学校 直接将恩美带走了 迟来一步的亲妈 见到这一幕 尖叫着想要阻止 奈何车子早已开走了 恩美跟医生咨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回答 骨髓移植跟血型没关系 只要骨髓合适 就可以捐赠 恩美很纳闷 既然如此 那后妈为何非要找 血型移植的人 最后她断定 这是后妈的阴谋 肯定想从中 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回家后 恩美既然看到 后妈在自己家 她毫不避讳地 让后妈再去学习 骨髓移植的相关知识 后妈知道 自己的目的被识破了 原来她打好的算盘是 前妻和恩美 一定不会同意 捐赠骨髓 那自己就可以趁机 跟丈夫要补偿 到时候 就能把别墅要过来 为了破坏后妈的计划 恩美和父亲一同出现了 并故意当着后妈的面 询问父亲 骨髓和血型之间 真的有关联吗 可惜父亲 已经被后妈洗脑 说的确如此 恩美为了不让后妈得逞 同意去检查血型 后妈没想到 恩美这么狡猾 值得改变策略 回家后她告诉丈夫 想来想去觉得自己 让恩美捐献骨髓太自私了 不应该只顾小言 而不为恩美考虑 丈夫很生气 不知道她这样前后矛盾 是为什么 毕竟自己顶着前妻的责骂 好不容易才说服恩美的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 大吵了一架 隔天 后妈去房产局 查询别墅的情况 这才知道 丈夫用这套房子 借了很多贷款 就算把丈夫现有的 所有资金抵进去 都不够还 后妈彻底懵了 没想到自己算计这么久 竟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了逃离丈夫 她决定卖掉老头留下的别墅 然而查询后才知道 那套房子 早已被老头的儿女 动了手脚 她只有居住权 根本没有买卖权 后妈原本打好的算盘 先利用恩美妈和恩美 把别墅弄到手 然后再将别墅卖了 找人给女儿捐献骨髓 剩下的钱 也够母女俩生活一辈子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两套别墅 竟然都发生了状况 更不幸的是 因为恩美将血型和骨髓之间 没关系的事 告诉了丈夫 这让丈夫开始怀疑她的用心 回家后 丈夫质问后妈 为何欺骗自己 两人大吵了一架 后妈一气之下说出了 自己跟她在一起 就是为了得到别墅 丈夫没想到 自己竟然识人不亲 这时她开始认识到前妻的好 于是找到前妻 为曾经带来的伤害道歉 后妈得知 恩美的骨髓配型 跟小妍完全匹配后 赶紧过来祈求恩美妈救救小妍 甚至跪在恩美妈面前忏悔 称自己当初明知道恩美妈的存在 还是勾引了丈夫 都是自作自受 她不求的原谅 但孩子是无辜的 希望恩美妈能网开一面救救孩子 恩美妈没有搭理她 可躲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的恩美 却若有所思 隔天 恩美来到医院看望小妍 看着弱小又无辜的孩子 她心软了 回家后 她开始给妈妈渗透 说捐献骨髓 被上大学很有利 因为学校会奖励这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 再加上自己成绩好 说不定到时候 可以随便挑好的大学 她知道妈妈的脾气 说多了会适得其反 点到为止 妈妈自然会思考 恩美舅舅得知 恩美爸想让恩美捐献骨髓的时候 薪酬就恨 一起涌上心头 直接闯进公司 把人揍进了医院 出院后 上级觉得 恩美爸给公司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 一气之下 把她开除了 恩美爸还没从这件事中反应过来 没想到又接到了催款的电话 此时她才知道 后妈背着她用别墅借了很多贷款 她发疯般 想找后妈问清楚 可却发现 衣柜都空了 找到医院才得知 恩美给小妍捐完骨髓后 后妈就带着小妍人间蒸发了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 恩美爸低价卖了别墅偿还贷款 临走时 她发现了后妈留下的信 信上说 让她说别怪自己 因为小妍的后续治疗 还需要很多钱 并希望丈夫替自己向恩美 和恩美妈转达谢意 恩美爸拉着行李离开的一刻 最后看了一眼别墅 此时她的脑海中 浮现出一家四口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只是没想到 如今 自己被一个女人 害得如此落魄 恩美妈在去上班时 发现别墅已经被拍卖了 她以为前夫卖了别墅 带着后妈母女远走高飞了 气得大骂这对狗男女 无情无义 不过再生气 也要解决眼下的困境 为了赚钱供两个孩子上学 她好说歹说 从父亲那里 要来了一间门面 准备做生意 她本以为这次会重新开始 可根本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到底哪个先来 门面定下来了 可做生意 还需要启动资金 恩美妈手里的钱不够 于是找两个弟媳借钱 但她没想到 两人不仅不借钱 还联手两个弟弟 一起去找父亲算账 认为父亲只给大解门面 实在偏心 老父亲被两个儿子控诉地烦了 借口抽烟躲了出去 恩美妈此时正好从外面回来 她知道弟弟们的不满 于是告诉他们 自己只是借用父亲的店面 以后会还的 可弟媳却认为 没准用着用着 就成自己的了 恩美妈再次解释 自己从未想过 要父亲的财产 只不过 现在一家三口正在困难之际 希望弟弟多少能帮自己一点 两个弟媳还是不想借钱 但表示愿意合伙 都要在生意里掺和一脚 恩美妈忍无可忍 刚想说 不想跟他们借钱了 没想到一直在外面 听墙角的父亲走了进来 见三个儿女 因为一间店面 闹得不可开交 她直接放话 收回借给女儿的门面房 恩美妈没想到 一家人竟然如此绝情 为了争口气 她决定自己找门面房 可直到交了钱 才发现竟然被骗了 她立马赶到签约的地方 这才发现 被骗得不止她一个人 大家都在闹筒着想找人 恩美妈瞬间瘫坐在地 因为那是家里所有的钱 没想到这么轻易 就打了水漂 回家路上 恩美妈失魂落魄 等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 走到马路中间时 已经来不及了 恩美和弟弟 在妈妈的灵堂前 悲痛欲绝 没想到父亲不管他们 现在连母亲也离开了 她说过 以后要让妈妈享福 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一家人都接受不了 活生生的人 瞬间便阴阳相隔 老父亲最后出现在葬礼上 妻子和儿子都埋怨她 认为是她不给店面 才造成这样的悲剧 葬礼结束后 恩美爸过来 想带走恩美和弟弟 可岳母和两个小舅子 都认为她从前 做了那么多坏事 不可能会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岳母直言 以后自己就是 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绝不可能让她带走 随后 恩美爸找到恩美 希望两个孩子 能给自己补偿的机会 让自己弥补之前 做过的措施 恩美回答 只要她同意跟后妈离婚 自己就答应 跟她一起生活 恩美爸此时还抱着 跟后妈一起生活的打算 因此告诉恩美 让她不要考虑大人的事 恩美听完 没有再给她多说的机会 失望地离开了 恩美爸不死心 还想从儿子下手 找回消失已久的父子亲情 可儿子已经过了 需要父亲的年龄了 让她不要费尽心思 自己只听姐姐的决定 恩美爸再次来找恩美 可不等她说什么 恩美直接问她 有没有离婚 如果没有 那就免谈 恩美爸质问她 对长辈这么无礼 是不是她妈妈教坏的 恩美斥责她 做了对不起妈妈的事 根本没有说妈妈的资格 父女俩再次不欢而散 自从被赶出公司 恩美爸就在一个小公司 干起了看大门的活 但她还是不想 放弃儿女的抚养权 每天都给儿子 恩手打电话联络感情 恩手逐渐卸下了心房 恩美非常生气 弟弟有所松动 警告她 爸爸能抛弃他们一次 就还会有第二次 恩手为了证明给姐姐看 马上联系父亲 提出要跟她一起生活 但她没想到 父亲却找各种理由推脱 原来父亲不想让儿子 知道自己现在的惨状 想收拾好后 再接儿子过来 可偏偏今天客户的车 发生了寡蹭 并强行把责任算到她头上 恩美爸无缘无故被羞辱 但又只能忍气吞声地道歉 最后还要接受上级的指责 这一刻 她再也控制不住委屈的泪水 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 正好此时 恩美又打来电话 责问她 既然想要他们的抚养权 为何不跟他们一起生活 这样做 只会让他们更伤心 嗯 美爸想要解释 可恩美已经挂了电话 隔天 恩美爸换上以前的西装 来到姐弟俩的出租屋 想解释昨天的状况 可恩美只关心她 有没有跟后妈离婚 父亲还是不想跟恩美说这些 因为一天没吃东西了 她让恩美给她煮泡面吃 可恩美对她只有埋怨 并未答应这个请求 第二天 恩美跟同学出来吃饭时 无意间看到父亲穿着保安的衣服 正在给客人停车 她以为自己看错了 尝试着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看到父亲接起了电话 可却谎称 自己正在跟客户谈判 这一刻 恩美感到无比心酸 从那以后 恩美经常来父亲工作的地方偷看 可这天 她却看到几个黑衣人 把父亲带到了仓库 原来后妈借钱逃跑之后 对方找不到人 只能找恩美爸要钱 看着父亲被欺负 恩美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想到死去的母亲 她觉得自己应该为父亲的下场感到高兴 可却又控制不住伤心的泪水 恩美没有把这些告诉弟弟 但恩手跟同学出来争丧拿时 正好撞到了最近都住在这里的父亲 父亲为了不在儿子面前丢脸 硬着头皮带儿子来餐厅吃饭 并且为了省钱 还说自己已经吃过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恩手却叫来了同学一起吃 恩美爸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因此让他们先点 自己去一趟洗手间 殊不知 她飞快地跑回了门岗 跟同事借钱 这一幕被恩美看到了 她没想到 父亲竟已沦落至此 等父亲跑回来时 恩手几人已经吃完症 等着她结账 父亲让儿子先走 自己拿着账单去前台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一顿竟然要十二万 而她全身上下 加上借来的钱都不到五万 父亲正在想办法跟前台商量 没想到一抬头 竟然看见恩美正在看着她 父亲想解释 可恩美却说了句 骗子就离开了 隔天 恩美带弟弟 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 两人目睹了父亲 正在做保安的工作 而且再次被追债 恩手明白了父亲的处境 等追债的人走后 立刻上前扑进父亲怀里 哭诉为何不告诉她 回家后 恩手将父亲的处境 告诉了外公 希望外公能帮她 可外公却说 他之前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女儿的事 现在所遭受的一切都是报应 自己没有落井下石 已经算仁慈了 知道父亲的现状后 父亲和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渐渐缓和 这天三人一起来到母亲的墓前 没想到 经意外在这里 遇见了消失已久的后妈 后妈正在向恩美妈 忏悔自己的过错 她知道这迟来的道歉并没有用 可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悔恨的心情 父亲没有责怪后妈 反而还安慰一起过来的小言 恩美见状 直接出言 让两人离婚 后妈痛快地答应了 可父亲却让恩美 不要插手自己的事 恩美爸和后妈坐下来 聊起各自的近况 后妈称自己 把抵押别墅借来的钱 都做投资了 但没想到被骗得精光 还说当初自己离开 是以为丈夫和恩美妈 能重归于好 可万万没想到 竟得到了恩美妈去世的消息 后妈想跟恩美爸离婚 认为不再拖累她 是自己唯一能做的 可当晚 她就被要债的抓住了 恩美爸赶来救人 但也只有挨揍的份 最后对方下令 一周时间还不上钱 就会要她的命 后妈走投无路 只能来求助老情人的儿子 但对方要求 拿小言的抚养权交换 否则免谈 后妈不想跟女儿分开 说什么都不答应这个条件 恩美爸为了帮她渡过难关 厚着脸皮来跟前岳母借钱 结果自然只得到了一顿羞辱 此时她还不知道 因为后妈的债务 恩美也受了牵连 小混混威胁恩美 如果她父亲还不上钱 她也会遭殃 父亲得知消息 赶紧跑来关心恩美 恩美气急败坏 让父亲立刻跟后妈离婚 可父亲不忍抛弃 正在受难的后妈 恩美质问她 当初抛弃他们母子三人 为何就能那么绝情 难堪往事被重新提起 父亲气得扇了她一巴掌 眼看到了还债的最后期限 可后妈还没有凑够钱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 她含泪签下协议 将女儿交给了老情人的儿子 对方把钱交给她 并让她更换号码 从此以后 再也不许跟女儿联系 恩美爸得知消息 想给小妍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因此要求女儿和儿子 一起陪小妍出去游玩 恩美根本不想看见父亲 和后妈在一起 但看在小妍可怜的份上 吃饭见戏 恩美不希望可怜的小妍 被蒙在鼓里 因此告诉她 这是妈妈最后一次陪她 明天她就要跟妈妈分开 再也不能见面 小妍哭着向妈妈求证 妈妈也哭得稀里哗啦 父亲觉得恩美太过分 可恩美质问后妈 现在知道骨肉分离的感觉了 当初为何要拆散他们一家人 随后 恩美没有理会大人的态度 直接告诉小妍 从现在开始就要坚强起来 隔天 小妍即将被带走 后妈抱着孩子 哭得不能自已 可终究要面对骨肉分离的痛苦 小妍走后 后妈和恩美爸 一起住在桑拿房 恩美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 一方面厌恶她和后妈 仍旧牵扯在一起 一方面又觉得落魄的她 很可怜 这天恩美去桑拿房 给父亲送袜子 没想到正好遇上了后妈 恩美再次声明 希望两人尽快离婚 自己不想再对父亲失望 父亲还在犹豫 可后妈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 并狠心说自己不想 跟没钱的男人在一起 恩美爸终于妥协了 隔天两人便办理了离婚手续 看着恩美爸离去的背影 后妈伤心地哭了 她知道自己以后再也遇不到 对她这么好的男人了 恩美得知父亲离婚 对她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父亲生日这天 还带着弟弟 做了一桌子菜 给父亲庆生 恩美爸看到这一幕 顿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日子重新归于平静 可后妈总觉得 有人在跟踪自己 她吓得逃到恩美爸 上班的地方求助 恩美爸将跟踪的男人抓住了 这才知道小妍逃跑了 对方之所以跟踪 就是想知道小妍有没有回来 恩美爸怕后妈担心 并没有把消息告诉她 但他们并不知道 逃跑的小妍被恩手捡到了 恩手把小妍带回家 姐弟俩一起照顾 这个可怜的女孩 后妈还不知道 女儿现在在恩美家 这天她正走在街上 突然看到上面掉落的砖头 即将砸到一个小女孩 情急之下 后妈扑过去救人 可自己却被砸中 倒在地上流血不止 女孩回家后 哭着将事情告诉了爸妈 巧的是 她的父母 正是恩美的舅舅和舅妈 后妈被送进医院 好在并没有生命危险 恩美爸问她 为何那么勇敢 后妈哭着说 那一刻想到了小妍 如果小妍遇到危险 她希望 也有人能挺身而出 恩美爸知道她思念女儿 于是把小妍 在恩美家的消息告诉了她 这边 小妍跟恩美 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她哭着请求恩美 不要再狠妈妈了 因为妈妈和恩美姐姐 都是她最爱的人 两人正说着 没想到老头的儿子 带人找到了这里 并以监护人的名义 强行带走了小妍 隔天 恩美接到了小妍的电话 小妍请求她 代替自己去看妈妈 并想跟妈妈通话 恩美考虑了一夜 最终 还是答应了小妍的请求 她把手机 放在后妈的耳边 然后躲了出去 后妈在小妍的呼唤中 醒了过来 母女俩倾诉着 对彼此的思念 恩美听到两人的对话 心里五味杂陈 恩美舅舅来到医院 看望救命恩人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救了自己女儿的人 竟然是破坏姐姐婚姻的女人 舅舅难以接受现实 直接跑了出去 但第二天 恩美的舅妈 又带着外婆来看望后妈 外婆不知道 救命恩人 就是害自己女儿 家破人亡的女人 唯一知道真相的舅妈 感谢后妈的救命之恩 她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 就忽略了救女儿的事实 后妈还没出院 但她没想到 女儿小妍竟然被放了回来 对方称 小妍根本不适应在那边的生活 因此把孩子还回来 希望以后双方再无牵扯 恩美爸想让恩美 暂时照顾小妍 恩美同意了 但同时提出条件 后妈不可以过来 哪怕上门来看小妍都不可以 父亲想跟恩美讲道理 殊不知岳母 在来看望后妈时 得知小妍没人照顾 立马提出 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后妈怕老太太知道自己的身份 并不想接受对方的帮忙 可老太太报恩心切 等到后妈出院这天 再次要求她 带着小妍 住进儿席的店里 后妈盛情难却 只好答应下来 因为后妈长得漂亮 又会招待客人 因此 自从她来了 店里的生意异常火爆 这让恩美救妈和外婆 笑得合不拢嘴 可这天 后妈正在店里帮忙时 被恩美撞见了 恩美无法接受 这个女人再次接近家里人 她回家质问父亲 是否知道这件事 父亲告诉她 后妈是舅舅一家的救命恩人 可即便如此 恩美还是没办法 接受害了妈妈的女人 和妈妈的家人搅和在一起 隔天 恩美再次来到舅妈的店里 并让后妈下跪 忏悔自己犯下的罪 后妈正要下跪 没想到恩美外婆突然来了 不知情的外婆 还想介绍两人认识 为了不让外婆伤心 恩美只能假装跟后妈第一次见面 回家后 恩美让父亲给后妈找房子 她不想让后妈 在自己眼皮底下生活 可父亲却说 如果这样 自己也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 恩美没办法 只能又来找后妈的茶 可她没想到 就在后妈端着食物过来时 竟突然晕倒在地 在舅妈的照顾下 后妈很快变醒了 但舅妈觉得 她这样很不对劲 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后妈却说 只是后遗症 不用担心 隔天 恩美再次撞见父亲和后妈在一起 她质问 为何离婚了 还总要见面 父亲回答 就算是朋友 也会相互关心 后妈什么都没说 却直接跪在了恩美面前 后妈知道 恩美嘴硬心软 为了赎罪 她每天天不亮 就去恩美妈的一项前忏悔 恩美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后 想去问问是不是后妈 然而刚到店里 就看见后妈再一次晕倒在地 后妈醒来后 再次认为自己 只是伤到头部的后遗症 并坚持来店里干活 父亲和姐弟俩商量 自己想出国发展 恩美很支持 但提醒她 应该带后妈去医院做个检查 父亲将恩美的话告诉了后妈 可后妈却谎称 自己已经检查过了 恩美在母亲的灵堂前 看到了后妈和小妍 这次她并没有针锋相对 反而关心后妈有没有去医院 后妈趁机请求恩美 明天陪小妍一起过生日 恩美没有拒绝 这让后妈和小妍都很高兴 第二天 小妍在妈妈和恩美等人的陪伴下 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生日 后妈也很感谢恩美恩手放下心结 乐意接受小妍 不过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 这天舅妈听见小妍的哭声 来到房间才发现 后妈已经昏迷不醒 医生告知 是因为上次受伤导致的脑部感染 能不能醒过来 就看今晚了 恩美吧 得知情况 只能趁岳母不注意 偷偷过去探望 可没想到 还是被小妍子发现了 两人的说话声引来了外婆的注意 件事情瞒不过去 恩美舅舅只好告诉母亲 现在病床上的女人 就是恩美的后妈 外婆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 直接晕了过去 外婆经过一番心理上的折磨 还是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后妈了 并鼓励她好好活下去 殊不知此事后妈 已经到了迷流之际 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妍 舅妈看懂了她的意思 承诺以后会把小妍 当成亲生女儿 最终 后妈带着对女儿的 不舍离开了人世 小妍哭喊着要妈妈 旁边的大人也都悲痛欲绝 举办完后妈的葬礼 恩美吧跪在岳母面前认错 岳母不想原谅恩美吧 但恩美却替父亲求情 说从后妈离世的那一刻起 自己才明白 恨了那么久的人 可当她真的离开时 自己并没有痛快的感觉 外婆并没有听从恩美的建议 她告诉恩美 作为女儿恩美可以 原谅自己的父亲 可她作为母亲 并没办法原谅 背叛自己女儿的人 最后只让恩美将她父亲带回去 父亲回家后 收拾行李准备出国 她跟两个孩子拥抱告别 承诺 等自己重新变成很厉害的父亲后 再回来守护他们 小妍最终被恩美的小姨收养了 因为夫妻俩结婚多年无法生育 对小妍是发自内心的疼爱 小妍渐渐从失去妈妈的伤痛中 走了出来 她告诉妈妈 自己现在有了新家 也有了疼爱她的新父母 一切尘埃落定 逝去的人永远不会再回来 但活着的人 却要永远向前看